3月17号对于金西车退出Super Junior的传闻愈演愈烈 金西车所属的LabelSJ相关负责人向IMBC表示 金西车现在只是无法站在舞台上 但是专辑和节目都是正常参与 金西车仍是Super Junior 可能是节目剪辑上的问题产生了误会和争议 据悉在16号播出的JTBC综艺节目77亿的爱中 金西车说以前因为交通事故后遇症 腿变得很不好 对成员们说好像再也不能参加团队活动了 成员们说可以不跳舞 大家可以一起战胜 说起了这一段感人的事情 但是该场面有剪辑上的误会 被认为是金西车离开了Super Junior 对此Super Junior所属社LabelSJ方面做出了解释 辟谣此前网传的金西车已经退出了Super Junior的传闻